我很不喜歡有些事件有些人對這件事件很憤怒 就說你睡醒了沒有?這麼久你都還沒醒嗎? 就不要裝作眾人皆醉你獨醒 不要在這裡懶惰懶醒 這些是很討厭的說法 是很討厭的說法 就算有些人是慢一點 有些人看到這件事 別人都可以憤怒 不要常常有些眾人皆醉我獨醒那些是最討厭的 在這些時候 你要明白有些人可能是他急收慢一點 有些人可能之前未必這麼關心 但我就最討厭的 你這麼討厭眾人皆醉你獨醒 你這麼久都還沒睡醒 我就醒了一早知道 那你又做到什麼幫到什麼 又搞了什麼出來 不要 總是要自己高人一等 有些欺人就很喜歡什麼 踩下別人抬刀自己 我就很不敢喜歡這些人 很不敢喜歡 因為去到最後 其實你不讓他們醒 因為實際上你都做不到什麼 然後有些人說你去做 這麼厲害挑來老母 都不知道多少人想叫我選 我就是 唉 說真的 你找一隻貓 都好得林鄭月娥 老公 是你們的五毛 是覺得連這個低B 國際臭屎 蠢到這樣的林鄭都不如 我覺得你都多悲哀 一個這麼蠢的林鄭 你都覺得這麼厲害 你去做吧 即是你們的五毛 你做五毛不要緊 但你覺得自己比林鄭 真是笑死人 如果你想想 林鄭是蠢到加零一 你都覺得自己是窄 想過她 沒有資格 可以取代她 你說是不是 可能很少 這個就是 香港人就想找不少人去代替 說這個做那個做 但是制度不給 是制度問題 不是什麼狠狠 不過你們講制度 這些事情 對於你們來說 太複雜了 即是不是你們 可以吸收到的知識 即是你們有皇帝 你們去莫拜他 自己做奴才 聽聽話話 有三親和溫百個選 即是講制度 講這個民主自由 不是你們的程度可以吸收 所以我免得講太多了